军在克里米亚的一处军营 10号清晨突然起火 大火照亮了整个黑夜 传出有数百人在营区内伤亡人数不明 自从8月乌军发动反攻以来 克里米亚军事据点 就不时会发生离奇的爆炸或火灾 而在乌东的顿巴斯战火激烈 整个城市已经被炸到体无完肤 多处断水断电 有九成居民离开家园 北约秘书长更忧心俄乌战争可能失控 也变成俄国和北约之间的欧洲大战 美国国防部长也指出 俄罗斯正在扩充核武库 并推动核武现代化 普丁则再次暗示可能改变 不先在冲突中使用核武的军事方针 转而改采美国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策略 此外白俄总统卢卡申科 最近参加普丁亲自出席的会议 不是坐车抵达竟是步行走到会场 原来是因为他的冰室坐车突然抛锚 让他只能狼狈抵达 气喘吁吁的和吉尔吉斯总统握手拍照 记者综合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鱼帮你来打折